毕业季已经来临了 恭喜大家 我今天讲一个对我们毕业的同学 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OPT的申请 核实申请申请到哪一天 你要做什么 首先你不管是美本毕业还是美颜毕业 都是至少有一年的在美国的实习期的 这一年或者三年实习期 一定要好好利用 我想提醒你申请OPT 现在移民局可能要处理三个月 所以你如果是毕业生 现在还没有申请OPT的话 你要马上行动了 现在赶紧去申请 我去年就遇到好几个例子 就是申请的晚了 最后没有拿到OPT 甚至有一个学生拿到了公司的offer 因为没有OPT也不得不回国 所以你不要产生这样的悲剧 那么有的同学可能不太知道OPT什么时候开始 因为这个时间是定的 我现在给你一个诀窍 你如果不知道 你就把这个日子定在6月15号 这个时间大概是大差不差 你定在6月15 可以避免你的选择综合证 对吧 再有一个我还是要强调 如果你是拖延症的轻毒中毒患者 现在一定要赶紧去申请 不要耽误 有人说OPT申请还可以加急 你如果能不加急 你还是现在赶紧去申请 我还想提醒大家 如果你是硕士毕业 而且有二硕打算 那么OPT你要为二硕留着 你现在不要去申请 因为在一个阶段只有一次OPT机会 所以你要把OPT留为二硕 那么二硕的同学可能要好好地规划一下 再有一些同学是美本 现在已经拿到美颜offer的这类同学 我强烈建议你把OPT给申了 因为你这个OPT不用白不用 你在本科阶段 如果没有申请OPT 你在暑期即使你有了实习 也不能去干 所以你就干脆顺溜地把OPT申了 你就把你的日期定到你的毕业之后的这第一天就可以 关于OPT申请 我想跟大家说 现在已经是进入尾声了 如果你还没有好好的做OPT的申请工作的话 一定要马上开始来做了 不要把自己给耽误了 也不要去拖延症 我见到的有拖延症的学生简直太多了 最后把自己给耽误了 他们很后悔 不要这样 如果OPT的申请管理或者这个公卡的寄送 这里边你要需要帮助 我们后人有一个OPT管家 这个是非常有用的 可以帮助到大家 那再补充一点 OPT你申请了以后 移民局给你寄一个OPT这个公卡 这公卡你千万不要在搬家的过程中给寄丢了 所以我说OPT管家就是把这个卡 很多同学选择寄到我们办公室 然后我们再给你再寄出去 这样的话虽然可能晚个几天 但是至少不会寄丢 OPT过程确实有点复杂 但是你还是要早点开始 需要专家帮助 你就找专家来帮助 找后人没有问题 好 今天关于每本每说每博 毕业生OPT申请的要抓紧 这个话题就讲到这 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 如果觉得今天讲内容还不错 可能也能帮助到你的同学朋友 室友和家人可以分享给他们 可能你一次分享就能改变他们的留学道路 甚至人生轨迹 我是尚老师 我们下次再见